好 如果準備好的話我們要開始囉 好 我們上次說到這一個人物表在表格當中 一共有五個輩分 分別是水自輩 水自輩的 帶自輩的 文自輩的 玉自輩的 以及草自輩的 那在這個玉自輩的時候呢 我提到過有人認為玉代表是君子之德 所以寶玉呢 單純是一個全玉字 就賈寶玉 單純是一個玉字 強調是他有這個天真性靈的德性 那包括賈蓮呢 賈真呢 或者是賈桓呢 都會是於得有損的 好 這是我們上次說到 那在這個備份關係當中 還可以注意一件什麼事情呢 你會注意到 在賈府的每一個備份當中 幾乎都是單名 只有第二代的帶自輩 賈代化跟賈代善 以及賈寶玉是雙名嘛 那這就產生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有紅學家認為說 這個帶自輩是演出來的 就是是多出來的 本來作者的安排可能沒有 那他提出幾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 他的雙名跟單名是不同的 就是變成了他們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備份 這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因為 這個帶自輩在小說裡面 幾乎是沒有故事的 你第一輩的 明國公榮國公算死了 可是故事當中他是重要的 他是奠定賈府集夜的人 拿掉不行嗎 那第三代開始 包括假禁假設假政就有故事了 拿掉不行嗎 可是第二輩的代自輩 拿掉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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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第一個 他們在小說當中不出現 第二個 他們沒有故事嘛 沒有招待在他們這一輩的時候做了什麼 除了 娶了 賈母 史泰君以外 那 史泰君曾經說過 他為什麼非常寵賈寶玉 他說因為這個賈寶玉呢 長得像誰 像榮國公 然後有的人就去解釋說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賈寶玉呢 他像榮國公 榮國公又是 為整個賈府奠定基夜的 開疆僻土的 有雄才大略的 所以賈母就覺得 這一個孫子貝克 略可望成 就是應該是可以指望他 可是你因為這個孫子 長得像你的公公 所以特別寵愛他 有點怪怪的嘛 那如果今天蛋字被拿掉 賈母會變成誰的太太 他的位置是不是就只好往上擠 擠成榮國公的太太 那因為這個孫子 長得像你死去的丈夫 所以你特別寵愛他 這個理由好像更充分 那為什麼要演出這一輩 這個不只是我現在舉的 比較周邊的證據 他還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在小說當中 榮寧二公之靈 小說的第五回 榮寧二公之靈曾經出現過 他們當時說我們家呢 歲數要計 你近百年 運數要中 那子孫中無人可寄托 只有一個人就是嫡孫寶玉 當時榮寧二公用的是嫡孫寶玉 可是如果你去看這個備份關係 賈寶玉應該是榮寧二公的 曾嫡孫嘛 嫡曾孫而不是嫡孫嘛 所以嫡孫代表把代字被拿掉 就叫做嫡孫了嘛 所以這個代字被就有人認為是 多演出來的 那為什麼要增加這個備份呢 有可能是為了作者希望 不要讓他們的人口結構 跟他想要影射的某一個家庭 太過雷同了 因為太雷同的話 容易被當局發現 然後去追究你裡面寫的東西 所以他有可能多演了一輩 作爲什麼 作爲一種 脹筆的保護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令人炫目的一個手法而已 可是這個是不是一定成立呢 我說過有人這麼認為 但也有人不這麼認為 他們反而從賈代善的名字 跟當時清朝的這個 朝廷的一些政治權力的 代善這個人上面去做 去做功夫 然後去研究說 所以整個賈府是在影射當局 影射歷史的 這又是另外一種洪學研究的方法 所以光是這個表格 他就可以看出 跟很多洪龍夢他當初寫作 有所寫有所不寫的一些 一些巧妙的 蹊蹺的關係 就在這個裡面了 好 這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從上面看的備份 接著請你看到 他在這個裡面呢 有大家熟悉的精靈十二拆 這個精靈十二拆呢 我幫各位整理一次 大家一次就記起來了 很容易 首先呢 是賈府的四大小姐 袁 吟 探 錫 四大小姐 好 袁 吟 探 錫 四春 賈府的四大小姐 在這裡我們再說一下 關於賈府的稱謂問題 很多人讀紅龍夢 已經對於故事很熟悉了 可是都還搞不清楚這個稱謂問題 我們在賈府裡面的稱謂 可以看到有所謂的大排行 跟所謂的小排行 什麼叫做小排行 小排行就是同一個爸爸生的 同一個爸爸生的 當然以前有妻啊 有妾啊 但是不管就是同一個爸爸生的 所以呢 在家裡你可能是老二 你有個大哥 你有個三弟 這個叫做什麼 老大老二老三 這叫做小排行 所以你看到 賈豬 賈寶玉跟賈環 他們互相稱謂呢 是用所謂的小排行 所以叫做豬大也 寶二也 環三也 這叫做小排行 另外一種大排行的意思就是說 把你再放進你的 贖伯輩裡面去排行 所以你有堂哥嘛 你有堂弟嘛 那你本來在家裡是老二 可是當你放到家族裡面 你可能變五堂哥嘛 你的大哥可能變三堂哥嘛 你的弟弟可能變八堂弟嘛 對不對 這一種把你放到家族裡面的排行 就叫做所謂的大排行 所以我們叫做真大也 假真叫真大也 假蓮叫蓮兒也 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話 你就會一直在小說當中有個困惑的點就是 為什麼王熙鳳叫蓮兒奶奶 為什麼假蓮叫蓮兒也 他的哥哥是誰 表哥上面沒有哥哥啊 原因是因為我們是用家族的大排行去稱呼他的 可是並沒有一位這樣就叫做豬三也 寶四也 寶五也 因為賈寶玉的兄弟三人用的是小排行稱呼的 好 原因探襲四位小姐用的是大排行的稱呼 所以他們是打散在家族裡面的關係 照著掌用次序排行的 所以假元春是大小姐 假迎春是二小姐 假探春是三小姐 襲春是四小姐 好 我們就會這樣子去稱呼他 那原因探襲四村的諧音又是原因探襲四村 為什麼呢 因為用春天 為什麼用春天 因為春天是美好 令人嚮往 令人懷念 但是消逝快速的嘛 短暫的 美好但是短暫的 所以 假元春呢 嫁到皇宮裡面成為皇上的貴妃 但是很快的時間死在宮中 對不起 盈春呢 嫁給了孫少祖 一年新婚呢 就被活活打死了 探春遠嫁他鄉 幾乎是沒有辦法再回娘家的狀況 襲春最後呢 看到三個姐姐的下場決心出家 所以這四位小姐都是原來美好 但是呢 美好的歲月對他們來說是消逝極快的 所以用春天為他們命名 元英探習四春 四大小姐 再加上三個賈府的媳婦 在寧國府的媳婦就是秦可卿 在榮國府的媳婦 賈蓮的太太王熙鳳 賈珠的太太李丸 這樣是三個媳婦 再加賈寶玉 我會簡稱她叫做三個表妹 其實這個薛寶采的年齡是比她大的 那應該是表姐 可是呢 我會把它簡稱叫三個表妹 你們比較好記 就是她的姑姑 她姑姑是賈銘嘛 賈銘的女兒林黛玉 她的姑表妹 她的阿姨 薛姨媽的女兒 她的這個姨表姐 姨表姐薛寶采 還有一個是她從她奶奶那邊出去的一個 一個奶奶那邊的親家的這個遠房表妹 史湘雲 所以就是賈寶玉最親近的三個長輩 爸爸媽媽跟奶奶 那邊分別都有一個表妹 林黛玉 薛寶采跟史湘雲 這樣加在一起就十個了 十個再加上寶玉 寶玉的這個下一代 她的晚輩 喬姐 還有一個跟她沒有血緣關係的妙玉 這個龍翠安的住持妙玉 一共就是精靈十二柴 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來 我要花一點時間 幫你們在版書上面 補充丫鬟的這個名字 麻煩你們把它抄下來 好 黑板上面就是我們補充的丫鬟的名字 可是這些並不是這些少爺 小姐 太太們 唯一的丫鬟 你知道在賈府來說 我們前面講過 他們自己人都講過 他們賈府上上下下 有幾百個人 搞不好還有千人 所以他們這些奴仆丫鬟 加在一起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 他們不是說 你現在看得到的 西村的丫頭只有入化 其實他們有一個很嚴格的 然後很有制度的一個規範 就是什麼樣位階的人 可以擁有什麼樣的丫頭 那在賈府呢 我現在寫在黑板上的這一個丫頭呢 都叫做所謂的大丫頭 大丫頭是什麼 大丫頭呢 他們下面還可以供他們使喚的 有所謂的小丫頭 有所謂的老媽子 所以大丫頭其實 他們不做那種什麼灑嫂啊 然後生火燒柴那種出火 他們做的是貼身伺候主子 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他們的位階其實蠻高的 在小說當中呢 奴仆戲稱這些所謂的大丫頭 叫做什麼 叫做傅小姐 叫做傅小姐 所以呢 他們的位階有點介於小姐跟丫鬟之間 然後做的都是比較尊貴的工作 當時劉姥姥在第六回 第一次進榮國府的時候 他還沒有看到王熙鳳之前 看到的是王熙鳳的丫鬟平兒 當時劉姥姥呢 差一點跪下去就要拜了 他以為就是王熙鳳 所以這樣的大丫頭呢 在這個一般小老百姓的眼中 其實他們的穿著啊打扮啊 他們用的東西啊 就跟一般人家的千金小姐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了 所以呢叫做傅小姐 那他們下面還有小丫頭 還有這個老摸摸老媽子 那以這個王夫人賈母 他們這樣子的位階 他們就可以擁有所謂的八大丫頭 更不要說他們下面還有多少小丫頭了 可以使喚的人有多少 那當然以小姐他們這樣子的位置呢 比較年輕一輩的 是不能夠擁有八大丫頭的 可是有人例外 那個人就是賈寶玉嘛 賈寶玉就有八大丫頭 所以我寫出來的這一個 襲人情文呢只是一個代表 而且呢我們比較 會用到他們的故事而已 這個是我要先說明的 就是上面寫的是 我們會說到故事的人物 而不是代表是 這些小姐們唯一的丫頭 好我們來看 我在這個 前面開始的時候就有跟你們說過 在古典小說裡面呢 大概很少有上喉嚨夢 把丫鬟的每一個角色都寫得這麼立體 他們全部都是所謂的原型人物 沒有哪一個丫頭的角色 是你想像當中的扁平人物 就是那種既定的丫鬟形象的 沒有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故事 所以在蔣薰的《圍城眾》裡面 他大量的寫到這一些 關於配角的丫鬟的故事 然後每一個對寶玉來說 都有他不可取代的獨特性 那除了這個人物故事的特殊之外 作者很精心的設計了 丫鬟跟主子之間的關係 我也有講到這個部分到後來 也有一些運用嘛對不對 我說像甄嬛傳的那個丫頭 跟主子的關係 顯然受到了紅磺夢的影響嘛 那每一個丫鬟跟主子之間的關係 不一定 也許是互襯 也許是互補 也許是反面或什麼 其實有很多 那他們的命名其實都有巧思的 你一看你就知道 四大小姐圓淫探襲的丫鬟就是什麼 情棋書畫 這不只是命名的巧思 這也暗示了這個小姐 她可能有的專長或者是興趣 在小說當中 我們沒有機會看到賈元春她的情意如何 因為她一開始就已經是在皇宮裡面的 後來也沒有機會展現她的情意 可是你大概可以想像 以前的女子要能夠被皇上許入宮 除了你身家條件之外啦 長相啦什麼之類的 你一定要有才華嘛 所以元春可想而知 她的才華大概跟情是脫不了關係的 那探春呢 我們先跳過迎春 探春愛看書 我說她是術出小姐 她特別努力要扭轉的就是敵術 在世人眼中的不公平 所以她很努力的讀書 讓自己變成一個受人尊重的小姐 這是探春 所以探春是小說除了王熙鳳以外 大概最有能力 最有幹才 我們說幹才指的是專門是政治之才 什麼叫做政治 不是現在藍綠這個才叫政治 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嘛 所以如果你們對社團有興趣啊 對學會有興趣啊 然後喜歡在裡面就是當幹部啊 辦活動啊 你們都是有政治方面的興趣 或者是長才的 那在《紅樓夢》當中這些女生呢 特別有政治長才的就是兩個最突出的 一個就是王熙鳳一個就是賈探春 可是這兩個人很不一樣是什麼 我說王熙鳳不是字 所以她靠的是什麼 法家威權勢的管理嘛 探春很明顯的就是儒家型的人物 所以她讀書而且飽讀詩書 而且飽讀歷史之書 所以她對於賈府其實是有她 有她作為女子使不上力的創然 跟那個擔憂 跟那個她覺得一定會出現很多問題的 那個憂慮感焦慮感的 所以如果我們來比喻的話 我們可以說探春就是一個政治家 王熙鳳就是一個政客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 而探春不是 她是跟你從道理上面來說 所以她的丫鬟就叫世俗 那錫春呢 錫春會畫畫 前面我們就已經講過 薛寶釵曾經幫錫春 上了一堂色彩學的課 所以錫春當時呢 賈母交付給她一個任務 就是去把大官員畫出來 可是錫春很會畫嗎 很愛畫嗎 其實都沒有 她的丫鬟叫做入畫 所以錫春她是會那麼一點畫 可是她的畫畫就是有一點 打發時間的那種感覺 她並不是真的非常的熱愛 當這個賈母呢 告訴她說 你要把大官員畫出來之後 她反而給錫春一個理由 一個藉口就是 我不要 就是我可以不用再參加小姐們的聚會了 所以我說她的個性其實有點冷的 有點孤僻 有點冷的 有點喜歡自己一個人的 她就因為這個理由呢 少參加了大家的聚會 多爭取了時間去幹嘛 去龍翠安找妙玉師傅談禪說法 所以聽久了 說久了 就引發了她對於佛法的興趣 所以之後她的決定就是走上出家 這個是錫春 那回頭說盈春 盈春的丫鬟叫做思琦 但是她絕對不會是一個善騎之人 一個會下騎之人是絕頂聰明的 你看那個騎手對不對 前一陣子的新聞 不是設計出電腦來跟全世界第一的騎手對意 然後看到人腦強還是電腦強嗎 因為你要知道說你下一步騎 其實你要想到後面十步騎百步騎 各種可能的局勢變化 你才會去下這一步騎 那錫春她這樣子的一個 我說她是盈接過來逆來順受的角色 她怎麼可能會在騎上面有多麼 多麼了不起的表現呢 所以你如果說她跟思琦的關係 那就是象徵了盈春是一個棋盤上面的棋子 工人百步而她自己無能為力 所以她的丫鬟呢叫做思琦 再來我們說賈母的丫鬟鴛鴦 這個鴛鴦她很有趣 鴛鴦在文學裡面象徵什麼 愛情嘛 是不是 愛情嘛 可是鴛鴦在小說當中跟愛情無關 她是一個跟愛情無關的女子 可是她卻曾經努力的想要成全一段愛情 那個愛情是什麼 是思琦的愛情 鴛鴦她是 我們先說在賈府當中 這些丫鬟的來源大概有三個 一個就是你們家很窮 想要把女兒賣進家賦 可是捨不得 想要存了錢還可以輸回去 所以我們簽的契約是沒有賣斷的契約 然後這個價錢當然也不會是太好的價錢 因為將來你籌足了你還可以輸回 誰是可以輸回的丫頭 寶玉的丫鬟 席人是可以輸回的丫頭 再來一種是我們家很窮 我想要把女兒賣進賈府 賣一個好一點的價錢 我也不可能有錢可以輸回了 所以我要簽一張賣斷的契約 將來女兒呢 是生是死隨便賈府了 誰是這種契約 情文 賈寶玉的丫鬟 情文就是這一種 不能輸回的 賣給他就是隨他了 還有一種狀況是 年輕的丫頭 已經是賣斷給我賈府的丫頭 那到了試婚年齡啦 我就在家裡面找一個小司配了 就給他嫁了 那他們嫁了以後當然結婚生子嘛 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這個 這個女生跟男生都是我們賈府的財產 所以理所當然的 你生出來的小孩就是我們賈府的財產 就是等著長大以後 當我們賈府的丫頭的 這一種叫做什麼 這一種叫做家生女兒 就是在我們賈府裡面就生出來 將來就要當我們的丫頭的 誰是這一種 鴛鴦就是這一種 所以鴛鴦就是家生女兒 那你要知道說這種家生女兒 她跟別的丫頭不一樣的是 你是主子我們從小看到大的 所以對你會特別信賴 也特別了解 所以如果說你的個性特別的細膩 然後你處世特別的 特別的周到的丫頭 就會很容易被主子拉在身邊 當自己的大丫頭 所以你知道那個賈母跟鴛鴦的關係 就會很緊密 然後因為鴛鴦獲得了賈母 絕對的信任 所以呢當然王熙鳳他們 對待鴛鴦的態度也會不一樣 這個是鴛鴦 好那麼鴛鴦呢 他跟賈母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很微妙的 我剛才說過 第一個他是家生女兒 所以呢他的那種心地純善 然後他對主子的忠心 然後他做事情的態度 主子們都看在眼裡 所以他其實是賈母 非常非常倚重的一個頭等大丫頭 那甚至到什麼程度呢 甚至到了那個時候 賈府真的周轉不開的時候 賈蓮跟王熙鳳夫妻兩個 把念頭動到了賈母的一些私有的手勢上面 他們當然不敢直接跟賈母要 所以他們去求鴛鴦 然後還給鴛鴦點頭 鴛鴦同意借出 而且保證之後一定要還 所以代表說鴛鴦對於賈母 所有的東西的那個管理 然後他的薪資 全部都在賈母身上 這樣子的一個鴛鴦 他會成為什麼呢 他會成為老爺們想要擁有的 因為如果今天老爺可以擁有他 將來在分財產的時候 鴛鴦肯定會為他帶來多一份的財產 所以假設 大老爺就把面頭動到了鴛鴦上 他想要娶他為嫂妾 那鴛鴦是家生女兒啊 所以假設呢 就動用了所有關係 鴛鴦的嫂嫂啦 什麼在賈府啊 當差的這些親戚的關係呢 就全部動用上一起去勸鴛鴦 同意假設娶她為妾 那鴛鴦就不肯 假設就認為說 你一定是指望著賈母寵愛你 將來你也想要當寶玉的小妾 那鴛鴦就為了這個呢 就到了賈母面前哭哭啼啼的 然後一把剪下了她的頭髮 來洗清自己說 她說不管什麼 她說不管什麼保金保銀 保天王保皇帝保什麼 她說我將來都不會嫁 我就是守著老太太 那老太太如果不在的話呢 我寧願不嫁 那當然賈母就很傷心嘛 所以賈母呢就出來就說 你們這些人是怎麼樣 什麼樣的人你們都要竄奪的去 連我身邊僅有的一個鴛鴦 你們都想要動她的念頭嘛 所以當賈母出來 這個作為鴛鴦的依靠的時候 當然假設就必須撤銷她這個念頭 可是她這個念頭並沒有因此 就再也沒有過 假設就跟鴛鴦講說 沒關係你走著瞧 我看你能撐多久 所以當賈母死了之後 鴛鴦知道 只要大老爺再出來說要娶她 沒有了賈母坐靠山 整個賈府有誰可以對賈社說弄 沒有嘛 所以鴛鴦到最後的決定是什麼 自殺 就是一死了之嘛 她最後決定是上吊死的 為什麼是上吊 這個之後我們會再講 為什麼她選擇的是上吊 那 鴛鴦就只好死 可是很多人就會講 你知道學生常常在寫 那個心得回饋裡面 就會說如果我是鴛鴦 我就不會這個兒死啊 死有有輕有重啊 就是為他而死不值得啊 我就會逃走啊 我就會什麼 可是你要知道 當你去說的這麼簡單的時候 代表你對於當時的整個 家生女兒身處的那個狀況 你是完全不了解的 家生女兒代表她從小沒有離開過賈府 她所有的親友都在賈府 你今天叫她離開賈府去哪裡呢 她去投靠誰 她要怎麼維生 她真的是沒有地方可去 所以以鴛鴦來說 她唯一可以跟假設抗衡的 唯一可以拿上去跟她拼的就是什麼 就是自己的命嘛 所以鴛鴦最後就是選擇一死 以死寧願死都不嫁給她 這是鴛鴦 那我們剛才說 鴛鴦的死跟愛情完全沒有關係 雖然她的名字呢 是有鴛鴦二字 可是她卻曾經成全了 努力想要成全另外一對鴛鴦 這一對鴛鴦就是思琦 思琦其實跟她的表哥潘柚啊 她一直是過蟲 就是私底下是有來往的 那有一次鴛鴦呢 在花園裡面 就覺得草叢裡面起起粗粗的 然後鴛鴦以為 是不是有哪一個丫鬟 就是在裡面小解 在裡面就是解決 就是因為來不及嘛 就在裡面小解 所以鴛鴦就說是誰 然後裡面沒有聲音 鴛鴦說不出來我要叫了 是誰在裡面呢 就看到思琦衝出來了 然後當時的思琦呢 一出來呢 就趕快下跪 就全為鴛鴦不要大聲嚷嚷 然後趕快整理衣服 一山不整的 鴛鴦嚇了一大跳 怎麼會發生什麼事 她本來只是要捉弄 裡面的人一下嘛 後面馬上跟著出來 另外一個男生 也一山不整的 就被鴛鴦撞到了 所以那個回幕很好玩 回幕就叫做 鴛鴦女巧遇鴛鴦鴦 她不小心鴛鴦撞到了一對鴛鴦 然後 回幕應該不是這樣寫的 我現在一時呢 不是 就是作者運用了鴛鴦的諧音呢 完了很多很有趣的那個雙關的語氣 你們如果手上有這一個書的話 你們也可以看一下回幕 其實很好玩 因為在第46回 你們前面的回幕的第四頁 她就在講那個鴛鴦呢 不要嫁給假設 不要跟她成為一對鴛鴦 所以叫做鴛鴦女視覺鴛鴦 她不要跟她當一對鴛鴦 然後呢 在這個第七十一回的地方 她就寫鴛鴦女無意欲鴛鴦 就是她遇到思琦跟潘又安的這一段 她都刻意用到了鴛鴦這個名字的那個 諧音跟雙關的意思 所以其實是很有趣的 然後當作回幕 所以那個時候呢 思琦就跪求鴛鴦說 我可不可以 就拜託你千萬不要講 然後鴛鴦也答應她了 可是沒有想到思琦回去 因為自己心裡面有鬼嘛 所以呢就覺得 就生病了 然後就覺得凡事就不願意起來 那鴛鴦知道了以後 她就在想說 思琦是不是擔心自己走漏了風聲 她還特別去安撫思琦 跟她講說你放心 我不會講的 這個是鴛鴦 所以她對於這種 自己追求的愛情 她其實是可以同情體諒包容成全的 可是在她自己身上 卻沒有發生這樣的愛情 而是為了阻擋一樁 令她難堪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結局去處 而導致最後她的神亡 好這個是鴛鴦的故事 王夫人的丫鬟叫做金川 她還有另外一個姐姐叫做玉川 金玉金玉很明顯 金川最後是投井自殺的 那原因呢 導火先是賈寶玉 我們之後會說她的故事了 秦可卿的丫鬟叫做寶珠瑞珠 這兩個丫鬟在她這個 秦可卿之喪 她的喪禮上的時候呢 我們會講到她 所以我們就先跳過 王熙鳳的丫鬟是平兒 在前面我們其實已經說過 平兒這個角色 平兒很有趣 她不是賈府的丫頭 她是王熙鳳結婚的時候 從王家娘家帶來的陪嫁丫頭 所以她是以王家的丫頭來到賈府 然後幫忙王熙鳳管理賈府的事業 那平兒呢 因為這個王熙鳳不能沒有她 所以到了平兒該成婚的年紀 王熙鳳也不可能放走她 因為她是她的得力的左右手 所以只有一個去 平兒只有一個去處是什麼 就是成為賈蓮的小妾 她才能夠終身的陪伴王熙鳳 幫王熙鳳處理這些事情 可是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心裡面的默契 就是將來你就是賈蓮的小妾 可是王熙鳳偏偏又不讓賈蓮碰她 然後又會擔心就是 賈蓮跟平兒之間一些太好或什麼的 所以使得這個平兒更知道 面對這樣的一個組織 她要更低調 然後要更迎人 然後更要面面俱到 所以平兒的名字為什麼叫平兒 她就要像水一樣端的平 什麼事情都要考慮得很好 而且像水一樣非常的柔軟 非常的多面思考 所以你知道王熙鳳常常是暴力的 就是情緒一發 反正她爛攤子一丟她就走了 後面誰替她收拾就是平兒 那平兒常常瞞著王熙鳳在下人這邊 把條件放寬一點 或者是不要用那麼嚴格的態度去檢視她們 所以使得王熙鳳其實很多事情能夠順順的過 平兒是有大功勞的 我們之後會說平兒的角色 那這個賈寶玉的丫鬟叫做席人跟秦文 我們之後會說很多他們的故事 因為他們兩個呢 是作者把戴玉跟寶釵的 兩個非常接近的影子放在寶玉身邊的 我們說一個席人是寶釵的影子 然後秦文是戴玉的分身 我們之後會講 這個林戴玉的丫鬟 她從家裡帶來賈府的是雪焰 可是賈母撥給她使喚的是子娟 那這個子娟我們有講過了 應該就是賈母撥給她的那個嬰兒 對不對 後來就叫做子娟 那薛寶釵的丫頭叫做嬰兒 這個嬰跟我剛說子娟的嬰不一樣 子娟的嬰是鸚鵡的嬰對不對 這個是黃嬰出古的嬰 那嬰兒也很有趣 她在小說裡面就叫做黃金嬰 她就姓黃 就叫黃金嬰 所以作者其實就是用黃嬰的形象在寫嬰兒的 為什麼用子娟 為什麼用黃嬰 這個跟人物性格有關係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作者後來考慮 把嬰哥改做子娟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子娟有杜娟提血的印象 那我們知道林戴玉最後是死於什麼 吐血 肺結核 她是死於肺病嘛 肺結核大量吐血而死 所以杜娟有杜娟提血的印象 有那個非常的刻苦 明心的那個印象 所以她跟黛玉呢 用盡她的生命她的熱情去愛寶玉 愛她所愛的世界的那一個形象很吻合 所以用了子娟做她的丫頭 可是寶釵 我說寶釵呢 她是四大家族薛家的小姐 所以她身分尊貴 那寶釵是一個非常重理髮的人 所以她是一個 即使是自己從小這樣子一直陪著自己的丫頭 我跟她之間的主仆位分 薛寶釵是很重視的 但是黛玉跟子娟的關係情同姐妹 黛玉如果說她沒有什麼朋友的話 異性的朋友就是賈寶玉 同性的朋友就是子娟 所以她對於子娟是清新的那一種 就是完全兩個人是可以非常坦承的 然後會非常了解的那種姐妹關係 薛寶釵不是 那薛寶釵呢 因為她是一個情感很內斂的人 所以很多的話她覺得礙於她的身分 礙於那個場合她不便說 因而就會成為薛寶釵最佳的代言人 在很適當的狀況的情況之下呢 把薛寶釵的意思做了很完美的表達 所以叫黃鷹出谷嘛 非常的悅耳動聽 所以用黃鷹的這種 我們知道黃鷹都是尊貴的鳥嘛 對不對 價值比較昂貴的鳥嘛 所以用她來襯寶釵的尊貴 但也襯寶釵的那個冷冰冰的人格特質 可是用子娟呢 來襯黛玉的那一種感情深厚的意象 這是關於丫鬟的初步解說 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的話呢 來請你回來我們 要進入紅樓夢 好的 好 好 我們來熟透 感谢观看